慢慢要熟悉 开发轮打开之后 如果你要看VBA就点这边 那假设它原来是没有开启那个模组的状态 你就是把它打开 那如果你有写它就会执行 没有就不执行就对了 假如说呢 你要把它打开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打开 然后module 1,module 2 module 1的话 我前面是那个什么呢 巨棋嘛 路次的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其实很简单 云团上有 比如说我这一段 那个巨棋的部分没有 那假如你这边都没有的话 比如说你不小心 没有存到档 或者是没有存成功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假设它没有像这样子 你可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一段在哪里呢 你可以从这边 Ctrl C Ctrl V 有没有 这样你就会跟我一样 如果你要跟我同步的话 不过切记 不是贴上就算了 回去就是反复练习 多练习几次你就熟了 以后你就不会再问我 那个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就是这样子 这不是我定的 好 这个比尔盖是定的 他就是要这样子一个模组 里面有个程序 规则 OK 那我们只是 我教你们就是固定规则 我很习惯 就是说 反正我做事情 只要 不要犯错的话 就是照固定的流程 就不会错了 会有错 错就是说 可能你们是思想就会跳痛 会跳过 跳过 跳 那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就 结果就不同了 OK 好 城市这样 城市最麻烦 写错一个地方都不行 一定要100分 所以写 如果你要把这个写好的话 你要有心理准备 要力求那个完美 好 一个地方都不行错 这也是最麻烦的 可是 就是花一点时间吧 然后你把这东西 做好的话 就OK 所以刚刚的东西 如果没有存到档 你也可以把这个底下 我刚刚好像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 门号部分 所以Ctrl C 然后贴到这边的话 就完成了 一模一样 所以 我们刚刚进度到这里 再来的话 往前推进 推进哪里呢 刚刚有讲的 就是我要输出 输出的话呢 是结果 而不是公式 像这边是公式 那这个门号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我可以再把 刚刚的这一段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就可以 其实就改什么 把门号 后面那个底线公式拿掉 因为我那个SYB名称 就是没有那个后面那一串 那输出的话 特别注意哦 输出本来是输出这些东西 那要修改的是修改这里 该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要丢到这里面来的话 当然我们刚刚 如果你回头 假设你那个 这边已经有回圈 你可能不习惯 不如我们就是把它倒车 恢复到什么呢 恢复到完全没有 我们还是先从第四列开始 假设后面再补好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后面的话呢 特别是刚刚是丢公式 现在的话就是 你要自己串完结果 再丢 有点像之前那个 在那个Excel的资料编辑 里面做一点事 就是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09 这个时候有没有 你当然你可以不用全部输出 你可以这样输出 它变9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数字里面没有零开头 OK 所以要把它拿掉 然后呢 空一格 end 我讲过end 前后要空格 end什么呢 后面的话 我需要这个 11放过来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11 这个值 带到这边来 很简单 它在F栏 它在第四列的F栏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呢 Sales去抓到它 所以把它复制贴过来 这边改成什么 F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东西串完 又丢到前面去 所以执行它会怎么样 911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串一个简的符号 空一格 然后再end 然后一个简的符号 当然你可以边打 边执行 OK 为什么 因为怕说你会打错 因为我当然熟了 都一次可以打到底 但是我发现 你不熟 不要一次打到底 因为最后错了 你也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你慢慢来没关系 初学者 就是反正就不要急 精确比较重要 再来的话怎么做呢 再来就是把那个84 不过要三码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当然你如果end 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 复制贴到后面去 这个叫g 然后把它执行 不过它会是什么 84 没有零 怎么办 要不就是REPD加LM 要不就是用TES 不过特别注意 REPD加LM是Excel里面的函数 TES TES 也是Excel的 那VBA的函数 跟你Excel是分开的 两边不同哦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VBA 有多少函数怎么用 很简单 如果我要类似TES 的话 你打一个VBA 点 它就列出来了 特别注意哦 你打一个VBA点 意思是VBA里面 所有的函数 都帮你列出来了 那其中有一个函数 当然我已经知道了 类似TES 它叫Format Format 这个函数 用法跟TES 很像 意思就是说 我打一个VBA点 Format TES 然后呢 钱瓜糊 把那个资料 居然的资料 然后放到后面 然后Format TES 跟那个 TES 很像 就是三码的话 就是斗点 钱瓜糊 0 0 0 前双 后双 以后 后瓜糊 有没有 把那个 居然的东西 8次放进来 格式化成三码 Format 之后 帮我丢到哪里 丢到这边来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这个Format 是VBA里面的函数 跟TES很像 但是不一样 因为VBA里面有VBA的函数 E-Sale有E-Sale的函数 两边是不相通的 OK 所以特别是要把它输出一下 执行 084 所以后面的话 如果要007的话 其实很简单 程式后面呢 还要再打吗 好像不用 对不对 可以怎么做 对还记得吧 跟之前那个 E-Sale里面资料 边很像 特别是复制 从哪边 从F这个 瓜糊 后面这边 要减符号码 把这一串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后面去 然后把它改成H 大功告成 不过但是 现在也只有 一个储存格 输出看 要不OK OK了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 就是什么 在 4 i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懒得打的话 上面不是有 把这个什么 复制 过来这边 然后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然后呢 把这一个中间东西 搬到中间来 并且按一个Tab键 方法都一样 只是说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熟不熟而已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把这边呢 改成i 其实 另外呢 有一个 我觉得比刚刚好写一点 就是说 因为后面都是Sales 这个地方 就不用像刚刚 双一号双一号一道东西 不用 因为它不是自串 它其实就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4呢 全部改成i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后面的话呢 不用像刚刚双一号 因为它不是自串 它是一个放数字的地方 直接放就可以了 OK 所以后面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试 试试写完了 看一下OK 资新 OK了 清除可以共用 所以不用再重写了 我重点回顾一下 还记得吧 程式其实没有很长 你记得就是 可以不用一次打到底 先打什么呢 打那个09 09什么 哪一个储存格 抓完之后丢嘛 所以这边输出就这样 后面就慢慢串就对 空格AND 然后呢 就是一个减号 反正你就是不要一次打到底 你就是慢慢慢慢再补 关键的地方就是AND vba. 那个format 你就打一个format 当然你可以打开头 它后面会是这种提示 所以你可以把format找到 钱挂弧 然后把这边改成G 所以我的习惯是拖拉加Ctrl键 再来改 这样也比较快一点 其实程式就 很快可以打对 其实关键就是打对 不用打快 打对比打快还来得更重要 OK 然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G栏的部分 这个后面从这边 复制到后面 贴上 然后把这个后面的H改一下 如果你做都没错的话 就是执行它一下 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另外我也有把刚刚的动作 录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 基本上 假如一下的悟性没那么高的话 回去 再慢动作看没关系 或者暂停 repeat 我想你多听几次的 应该慢慢就会进入状况 这些东西 都是 固定规则 如果你要把VBA学好 记得就是 把规则 牢牢记得就好了 OK 如果说你现在记不太前 没关系 至少你那个 云端上的范本 你可以拿那个范本拿来 慢慢再去做修改 也OK 所以如果以后 如果你要能够 进到那个 VBA做一点层次撰写的话 这些我想都是最基本的规则 那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些 稍微熟练一下 试一下 那刚刚是SARB 这个SARB 跟 之前的不同地方就是 我们事先在VBA处理完之后 再把处理完的结果 丢出去 所以丢出去的结果就是已经串接好的结果 跟刚刚丢公式是不同 我刚刚 谢谢大家